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是ACE对着MWS的第一局的下半场 这里选了一套非常非常针对的阵容 调酒加先知的一个配置 我知道你会搬,对吧 你搬我的那个机械师 那我这边你控就你控 反正我们这边有鸟 调酒喝酒配鸟还是很厉害的 这里走位下板板子全给下掉 提前都预警好 然后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女巫的天赋 是点了追那个通缉 还点了那个 那个叫那个受伤 倒地以后摸得慢的那个 那叫名字一下想不起来了 好,我们这边来看 放狗,对吧 我寄生了你的调酒师 你以为我打你调酒师 我反手过来杀前锋 你没想到吧 前锋这边拉球 但是这一刀应该还是要吃 一刀打完以后还有一只狗 这里再来动 我们可以非常好的看到 就是这个外服女巫 跟我们这边的女巫的一个不同 就是我寄生的人 不一定是我要去追击的那个人 但是你可能 如果你觉得我不打你了 那你可能就搞错了 这边再寄生 因为这刚好开了技能 来,但是有先知的鸟 先知的鸟是在的 只要先知那鸟能给上 酒应该大概率还是能回得上来 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满血 然后再到交互点 板区 前锋那边再被摸 先知把它摸起来 一切重回原点 但电机还是能开一些的 佣兵这边的位置 想要打一刀 没打中 幸好这刀没打中 因为这边女巫 她这边没有切信徒 其实佣兵是不一定感受得到的 这一个四个院是比较的狭窄的 当中的一些视野是非常非常空旷 非常非常狭窄的 看不清楚 就女巫可以从一个莫名其妙的角落进来 原生信徒就莫名角落进来 然后打你一刀 小峰交的球也不多 球员这边的道具 就是调酒石的酒和鸟号 慢慢的拖 这把打到后面 其实女巫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了 因为到现在 她还没有能够挂上人 时间是一分一秒的在过去 这就是球员选的一个阵容方面 是非常非常针对你的 你喜欢打这种控场 那我先知配调酒 真的就很厉害了 你要死抓我先知配调酒 本来就已经很厉害了 再加上你现在还想打控场的 这一轮再来 应该是等到佣兵这边停下来以后 放狗咬住 土寄生还是先拉信徒来打 我们看一下信徒 有机会 那应该是先打一刀再寄生 佣兵这边一个护兵弹走 一刀打中 然后把寄生补上 佣兵倒地以后可以开始挂 抓到的第一个人是佣兵 这个在一般的比赛当中就比较少见了 控住了这边的佣兵 佣兵还有还有护臂 而且佣兵说实话 他屁股又铁 护臂又多 前方这个位置 是想要去闪现 打掉了 这个球打掉了 佣兵那边是有信徒的吧 有信徒 对这边有信徒 前方应该是不太敢撞 这个闪现太极限了 外面的电机 一台一台的在修 应该是那个调酒师和先知 一人能修掉一台 我们看一下这边挂上佣兵以后 前方这边倒是因为没有被寄生 他的位置不一定 刚说完 这边是给了口酒喝 然后让调酒师去救人 调酒师这边单信徒防守 吃一刀有机会能救下来 佣兵跟护臂弹走 一刀打 这刀没打中 再补 佣兵倒地 二挂佣兵 这里是想帮忙扛一刀 但是没扛上 前方这边血回满 已经切了闪现 这个局面下 如果能打一波 就是这个信徒的闪现 如果再交掉 打一波闪现的真空期 球者才有机会 打不出这波真空期 就看前方下一波救人 能不能保下来了 佣兵手上三个护臂 前方救下来以后但凡能够撞 断女巫一波节奏 把距离拉开这三个护臂 能牵制的时间就比较久 补上继身 通缉到的是先知 前方的球还很多 这次千万不要再被打断了 如果这次再被打断 这里如果出现双倒的情况 那女巫是可以进行一个全面控场的 但是电击我们不得不说 已经是慢慢的差不多都在开了 最后两台 先知这边再开一台电击就够了 但这波佣兵的一个救人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波救人 撞没撞云打一刀 有闪 这边先打前方 打完前方以后电击应该是不太够 有闪 然后这边又有信徒 要去管电击 再来找佣兵 前方这边倒地 佣兵这里两个护臂还能够拖 还能够拖 只看佣兵了 现在只看这个佣兵了 佣兵但凡是能够利用这两个护臂溜起来 就很有机会 一旦佣兵倒得快了 挂飞以后反手前方也有可能会被挂上 最后一台电击了 这边应该是补个寄生 守住 这台电击 先知这里 不太敢修 蹭一蹭 蹭一蹭 牵起来 先把前锋挂上 那这一手挂前锋 先知这个地方 如果打一刀先知这个信徒会消 这刀也不太敢打 先知就 就撂着你不敢打 我慢慢的把电击蹭满 还差一点点 还差一点点 这里谁需救人 调久事已经压过去了 先知这边的电击能蹭好 先打 打完 那这边亮不亮呢 信徒再过来 没有亮 先知这边没倒 没倒 一刀还没倒 那边人已经救下来了 这台电击就算先知倒了 我感觉也能救 优秘过来把电击 闪现一刀 电击点亮 漂亮 太 这一轮先知 真的是就是 就是倒不了 信徒这一轮打完以后 这信徒只剩下了一个佣兵的寄生信徒 再补一手 开门战 开门战 由于刚才闪现已经交了不少了 这把女巫的局可能要最多变成宝瓶 他想要再控场 没有一个能够快速击倒的能力 光守门 他现在只能守 由于场面的信徒不够 他只能守一边的门 那边已经在开门了 先知已经跑了过去 前锋的门已经开掉 佣兵虽然说是上挂飞 但佣兵可以扛一刀 这里 我觉得这佣兵都不一定会走 帮忙扛一刀 要四跑 前锋一撞 这里拉一下 完成四跑 非常的nice 这一把的四跑 其实这一局的一个结果 真的非常非常紧凑 如果说那台电机能控下来 再把佣兵给杀了 那这把有可能就是有机会 平三杀 保平三杀 这样都有可能 但是最后这台电机被点亮了 一切都化为了泡影